2020年10月17日,高我,阿依特,宇宙知识就在你们内在,传导,阿依特。 我们亲爱的圣洁的医们,我们亲爱的明亮的灵魂们,亲爱的们,把爱和光散发到你们黑暗而混乱的世界。 你们的生活其实是很有趣的,你们知道的,而且你们知道自己知道。 你们知道地球的真相,你们知道监狱星球的真相,地球的历史,你们知道自己是神圣的,不朽的灵魂。 你们不知道细节,因为真相被隐藏在了层层的虚假话语和错误教育之下,但是你们了解人类,你们也知道人类天生就是善良的,你们知道人类是被最深层的,最黑暗的方式所欺骗了。 人类被催眠了,人类在梦境中熟睡,让影子政府的控制者的言辞和思想机械式的重复住。 在三维空间中,大多数人类都充满了低的,恐惧的震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的真相。 而且,在他们对世界的负面认识的深渊中,他们坚信,他们被告知的就是真相。 他们八戒凤银的银河影子政府的愿望和异成,你们是知晓的人,你们知晓自己知晓,但你们无法告诉他们你们看到了什么。 你们无法告诉他们,他们被严重地欺骗了,他们被严重地植入了恐惧震动,这是为了完成黑暗存有的异程。 你们无法告诉他们,他们正活在谎言中,他们生活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想法中,他们拥有遵从于控制者,也就是影子政府的黑暗一城的自由意愿。 他们对生活的感觉被劫持了,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生活中的束缚,不公正和规定所支配了,也被他们的新闻媒体,领导人和宗教的言辞和故事支配了。 你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你们无法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发现,不使用言语来教导,在灵性层面上是明智的,不要像沉睡的人说出那些启迪了你们的真相。 你们已经发现,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对错误的人说出这些灵性真相的话,会给说出真相的人带来仇恨和辛辣的批评,这让他或他看起来非常愚蠢。 说出真相会引起那些有耳朵但不听,有眼睛但不看的人的敌对情绪和愤怒,并且,这降低了你们的频率,减低了你们的快乐,也引起了分歧。 你们来到这里是传播爱,散发爱的,除了陶醉于你们心的存在之外,你们什么也不需要做,陶醉于每时每刻,有一句话概括了你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关于灵性和开悟的著作已经不计其数了。 然而,这全都可以归结为这一句话,进入内在,开悟来自于与圣灵,与天使,与高我的交流,进入内在,然后真理,深切持久的爱,上帝的爱和神圣本质,可以为你们的身体提供强大的电磁力。 你们会进入全人和平,幸福和心满意足的壮丽状态,人类就是正在体验的上帝,人类会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你们来这里是要体验的,你们来这里是感受感觉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去感受,这些在灵性领域是无法感受得到的。 凭借自己的身体和小我,你们会深刻地体验到地球旅程的痛苦和沧桑,你们是神在地球上的工具,你们要向神报告你在这次城市旅程中通过感受,通过情感所学到的东西。 小我包括了人类被灌输的思想,被生命威胁后对世界的错误想法,小我引导人类看向外面的世界,然后发现其中的危险。 当经历危险和恐惧时,令人上瘾的肾上腺素会自由流动,然后人类越来越深陷于在他所提供的虚假故事中,如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灌输呢? 如何让自己摆脱被每天灌输的负面信息呢? 答案就是进入内在,与你们的圣灵相通,与你们的灵魂沟通,聆听高我现在还是很小的声音,跟随你们的直觉,从存在于你们之内的上帝那里获取你们的自我价值。 在地球上,作为人类,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陶醉于恐惧和痛苦中的小我的声音,另一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的声音,上帝的声音。 当我们聆听小我的狂妄和愤怒的声音时,我们陷入了当下的负面故事,这是影子政府用来控制人类的负面故事,我们相信了新闻媒体和腐败的政客日复一日地对我们重复住的这些故事。 走进内在,聆听我们灵魂的声音,就能让我们获得宇宙的真理,神的真理。 进入内在就是与爱沟通,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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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电磁源头能量的流动,是让我们生气勃勃的上帝力量的流动。 这个爱之流包含了所有普世知识,所有的宇宙知识,神的知识。 当我们进入内在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知识,这类似于你们上网并输入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人类生命和地球上的生命的答案。 就像在电脑上可以找到尘世的知识一样,在上帝的宇宙爱之流动中也可以找到神圣的知识。 爱之流动是源头能量在扩展它,它,它的粒子,扩展到我们之所示的上帝意识碎片。 想我不希望人类进入内在,我们的影子正伏也不希望。 然而,当我们进入内在时,我们找到了我们存在的真相。 当我们进入内在的时候,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圣的高我,灵魂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正处在爱的流动之中,这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 人类的挑战在于思考,我们无休止地思考每件事,我们担忧对于每个事件,我们都会沉迷于听到那些最小否定词。 我们以最小的细节分析事件,我们把我们可以完成的事情理论化,我们与一切做斗争,我们与战争做斗争,多么讽刺啊! 我们为拥有和平而斗争,我们为疾病而斗争,我们通过这场斗争能取得什么成就呢? 我们把自己置于恐惧的第三维度,通过深入研究地球上事件的无法解释的不合逻辑的细节,我们让自己沉迷在了行星地球教室, 正是通过进入内在,我们把那个教室抛之脑后,然后转向爱的第五维度,你们专注的东西会在你们的生活中显化,因此,当你们审视地球旅程的外在现实时,你们就会体验到暴力和纷争。 在内在中,与你们的圣灵相通的,是爱,是知识,是真理,是智慧,是洞察力,是喜悦,是同情心,是关怀,是友善,是超越人类所有理解的和平,也是超越人类痛苦的和平。 冥想,让绕乱头脑,复杂的思维归于寂静,静静地聆听内在圣灵的声音,聆听灵魂的声音,冥想就是扬生的方法。 冥想是开悟的方法,开悟就是清除由你们的社会结构所植入的负面思想和观念,头脑的开悟重重地冲击了思想体系,清除了负面的思想体系,开悟清除了社会赋予你们的关于生活的分歧观念,这样就结束了分离,因为生活在尘世灌输的想法中就是与神分离。 所以,亲爱的们,亲爱的灵魂们,你们确实是伟大的,你们非常有力量,上帝的爱,在你们之内的宇宙知识正在等待你们的访问。 当你们进入内在获得智慧的时候,上帝的智慧,和平的智慧,宇宙的欢乐与爱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阿依塔传导着他的高我,我们确实是有福之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